施首帅真不是开玩笑,内与炎颠真不是夸张 断层流量绝不是一个虚名 肖战只发了一张照片而已,20个小时的时间 该博文点赞数竟然达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1000多万了 且还在持续增长 评论转发竟在短时间内突破了百万 整齐化一且毫不掩饰的惊叹表白充满了评论区 网友评论说,我想除了肖战联播三部剧 演技抗打,获得的大众认可之外 超级可塑的,能驾驭任何造型的外貌条件真的功不可没啊 还有的评论说,我真的顿悟了 肖战这美貌还需要什么文案啊,尖叫就完了 以前只觉得肖战好看的超标 这次我是真的被蛊惑了的感觉 这样的美貌,看一眼心跳都被飙升到180 还有的网友到处看留言评论 进行总结说,看全网留言都已经被摔疯了 两张照片就能杀分前往,且又签了一大部分 难怪这么多人都要仿爆他了 看来最近两个月黑,他人是白忙了 剧里他真的是收敛克制自己的美貌和魅力啊 去塑造一个正常帅气的人 多看几部他的剧,真的会发现每部剧都不一样 他会根据剧里的角色去调整状态 就喜欢这样的,剧里该怎样就怎样 要他黑就他黑,要他先他就先 要他少年感他就少年感,要他苍老他就苍老 该穿什么服装就穿什么服装 但是巨外肖战真的是帅得藏也藏不住啊 帅对于肖战来说太容易了 只是小小的发挥一下 就全网还藤了,平时他真的是过于低调了 美是能力,美是修养,美是境界 肖战美学修养一百分啊 还有人总结说只有恰如其分的才叫美 比如发丝,比如衣服,比如项链,比如锁骨 随便一拍却如此恰如其分 不得不说美真的是天赋啊 网友说肖战一张照片引得全网还藤 那个男人果然还是那个男人啊 肖战就凭这神机美貌都能再顶很多年 更何况他还方方面面都很顶 看来想取代肖战的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后浪们可得好好努力了